嗨 大家好 我是彩虹 白米饭如果吃够了 今天就教你一招 在煮米饭前多加这一步 瞬间会让你的胃口大开 而且天天吃都吃不够 下面就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准备一个性感的大鸡腿 给它剁成小块 放入到锅中焯水 加入姜片和扫量料酒去腥 接着准备几个香菇 洗净后切成小丁 装入到盘中 再切点胡萝卜丁 鸡腿肉焯好后 捞出来洗净浮沫 起锅烧油 下入鸡腿 煸炒至变色后 加入葱花爆香 再倒入切好的香菇丁和胡萝卜丁 再来加点豌豆粒翻炒均匀 然后加入扫量十三香 一小勺盐 再加入适量清水 没过食材 大火烧开 我们再来准备适量的大米 淘洗干净 配菜烧开后 直接倒入到电饭锅中 我用的是电压力锅 这样做饭能快一点 再把淘洗干净的大米也倒进来 将表面铺平 米好像是被我放多了 汤汁少了 没关系 再来加点凉白开水 没过大米就可以了 直接按嘴饭键 开一会电视就可以开饭了 压力锅放气后 我们再加入适量生抽和蚝油来提鲜 放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哇 这次太香了 我们再来做个小造型 增加食欲 喜欢吃辣的 还可以加点红油辣子 吃起来别提多美味了 这次太香了 刚一做好就被老公给抢走了 说我减肥期间不能吃米饭 瞬间有想哭的感觉 我们明天见吧 拜拜 请不吝点赞 净 请不吝点赞 净 请不吝点赞 净